但是橘色上映的年輕人 在朋友的陪同下 到車行來租車 監視器清楚拍下 他動手簽了合約 說好從22號租到24號 總共三天 但這新車要價近千萬元的保時捷 卻一去不復返 車行氣得潑文說要懸賞六位數字 請大家一起來協尋這輛紅色的進口保時捷 說車身包膜原本是灰色的 但包膜被撕掉變成了紅色 車牌也被換掉了 車身號碼還被用一張紙遮起來 為了找回這輛車 決定懸賞二十六萬八千元 租車的年輕人 原本還跟車行說要嚴租一天 但車行拒絕 還下了最後通牒 說等到隔天也就是25號九點鐘 沒看到車子回來就要直接報警 但對方就不再回覆了 他的新車價是大概接近980萬 那然後現在二手價接近600萬 報警的車價是大概接近980萬 不僅之外車行業PO文懸賞 期盼能盡速把高價保時捷找回來 TVBS新聞顧守昌 探探報導